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一盘新鲜的牛子肉丝 由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哇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 十 有点强强 哦 热哦 嗯 好吃 一哈 十九点十分三十九秒 欢迎来到十九点江哥 我是江哥 赵子强 今天我们开车 一开始来听一度的 Beautiful Day 你的 heart is a blue shoots up through the stony ground but there's no room no space to rent in this town you're out of luck and the reason that you had to care the traffic is stuck and you're not moving anywhere you thought you'd found a friend to take you out of this place somewhere you can lend a hand in return for grace 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day the sky falls you feel like it's a beautiful day till you're looking away you're on the road but you've got no destination you're in the mud in a maze of imagination we love this town even if that doesn't mean true we've been all over beautiful day 好的 一年就要过去了 虽然这个一月一号 Happy New Year 这个西方 这个新年也过得很开心 放烟火什么的 但是这个农历年还是真的 我们东方人啊 华人啊 这真的还是没办法 一到了这个农历年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哥大姐姐 叔伯伯阿姨 如果呢 他不是在台北 是他的故乡的话 哇 这两天不得了 要不在高速公路上 要不就是高铁 像强哥的剧团里面 有些姐姐哥哥 哦 他们这个早早就要买票 东部的话那更难 有的人就说就站 不管什么铁路啊 公路骨什么 铁路或者是高铁 就站 站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回家 哇 真是很佩服 哇 很辛苦 但是呢 怎么样 远方的游子 就是想回家 当然还有些长辈 大哥哥 大姐姐 叔伯伯阿姨 可能这个 因为工作的关系 还是没有办法回到家里 在自己工作岗位 在过年 不管是不是一力一凶 不管是有没有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那个的 但是我们心中 这个家人 跟我们之间的联系 那个是几百年 几十年 几百年传递下来的 这个美丽的日子 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 能够珍惜 这个身边有爱 然后你也爱 为爱的人在奔忙 有个目标的这样子日子 因为你也不用太理性 悲哀会好烦 挤来挤去 这种感觉就是过年嘛 大家好好享受 这个过年年节的气氛 也别忘了像昨天一样 很多小朋友 可以开口说吉祥话 总是面带笑容 面对每一个beautiful day 这种感觉就是过年 也许多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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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这种感觉就是过年 就好了 这种感觉就是过年 一样再来 就是过年 有点消失与 是水平的 你也许多小朋友 你也许多小朋友 人们 让人们 跟人つ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学校放寒假了吗 学校放寒假了 但学校上班上到昨天 2月5号再重新开始上班 所以说这个2月5号就要上班了 我以为寒假可以放很久 放十几号 寒假指的是同学不用上课 不代表老师跟职员不用运作 辛苦辛苦 好的 虽然人可能放寒假 可是这个地球好像没有办法放假 每天都有新的状况 那当然 2016年好像 不要讲2016年 我觉得过完2017年 今年这个冬天太诡异了 我前段时间到了美国去了一趟 其实就是在美国总统就职的前几天 在那边参加个活动 我已经准备了全套的冬季的装备去 结果只用到了一天 下雪下了一天 那其他日子呢 大概维持在在摄氏5度到10度之间 这个我已经过去我在那一代 生活过四年吧 那当地的人都有讲 今年那个地方的确是比较温暖一点 但是美国中西部就大风雪 就不同的地方 情况不太一样 但是2016年 很明显的 因为原来已经预估了 那现在是正式宣布了 美国的NASA还有NOAA两个单位都说 2016年统计出来结果 史上最热的一年 就这已经确定了 可怕 而且呢 重点是2016 2015跟2014 这三年都是史上最热年 1456一直爬 连续破了三年的记录 就看咱们今年了2017 希望不要了 这个因为去年 2016年当然有一些 这个声音现象的一些因素 但希望说 不要这样一直破纪录下去了 因为再一直破纪录下去的话 这会变成蛮严重的一件事 杀不住车 杀不住车 而且2016年里面的12个月 其中的8个月 是史上最热的一个月 这个更严重 因为那个代表 那个尖峰的倾向 非常的明显 那这个影响非常的直接 因为影响到 因为每年的9月份 大概是北冰洋的 冰最少的时候 9月 9月份 结果影响到了2016年的 这个整个复冰 是史上最低的 这个冰覆盖率 基本上几个机构宣布的 都是数千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没有冰 你看最近就很多的 我们在看到一些网络上的消息 就真的有很多 尤其是北极熊 无辜 无助的那个照片 传到全球 大家看到那个真的 这可能不只是北极熊 会受到影响 那不是北极熊而已 实际上 北极熊 因为它是刚好生活在 那个冰层上面 它是直接受影响的生物 北极的冰 少 这代表非常多重的意义了 以前在节目里面 我们大概讲过多次 因为地球 从宇宙看地球 就是一个蓝蓝白白的星球 如果说白色的比例高一点的话 比较多的热可以反射回去 如果说白色的比例比较低的话 吸热率就会变高 也就是说本来已经是快没有冰了 结果你又没有办法反射 你的地球会更发烧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比例叫做 就叫做反射率 反射率现在大概维持在差不多 百分之三十一 但现在如果说我们 冰越来越少 这反射率跟着下降 吸进来的热的比例就更高 所以就造成了连锁反应 冰就会越来越少 这个是很多很多问题 其中的一个 那个包含了 今年还有一个特殊的状况 就像刚刚我讲的 有一些地方 包含欧洲 前段时间冷到爆 那是因为北极不够冷 北极不够冷 所以冷空气被撒到外头去了 那北极不够冷的结果 就是北冰洋的冰融的更快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很 有些是长期趋势 有些是当年的问题 但是现在科学家 对于这样的事情 发现了很明显的倾向 而且提出了很多 很多不同的呼吁 好的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 不可以打电话进来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 来你想想看 你觉得2017年 这个今年来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 从你那边 你觉得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事 对这个世界更好的 你可以做什么事 对这个世界更好的 不管大朋友小朋友 有权利的 或者我们一般 像我们这样频繁的 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你觉得你 你可以做些什么事 让我们大家来拼凑一下 83693398 83693398 我们今天依旧是现场播出 强哥县正坐在里面 现在是19点20分48秒 你看 敢爆这个数字的 就表示他是真正在那边 没有人对的那么准的 我跟你讲 83693398 83693398 让我们也来证明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在也是live的 我们讲到这个冰 慢慢在减 除了北极熊比较倒霉 我们地球反射率也变得差的话 会越来越热 会加速整个的暖化 加速地球 那如果有一天 地球真的没冰了 会怎么样 有种想法 就这个变蓝蓝的 整颗蓝蓝的星球 就真的蓝色星球 没有什么白色 白色只剩下云而已 没有冰 对 那会怎么样 我们讲的极端的状况 过去的冰河时期 是冰很多 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完全没有冰 这个状况 其实我过去在很多的演讲 或是研究的里面 大概都提到过 就是如果地球上的冰全部融化的话 会变成什么样的情景 结果最近真的有科学家 开始去描述这样的情境 第一个概念 因为我记得当时 我曾经透过一些调查 去问很多人 说如果冰全部融化光的话 水会淹到多高 结果还相当高比例的人回答 会淹到阿里山 地球上没有那么多水 现在的资料 其实从过去到现在 看过很多的资料 大概就是 如果说地球上所有的冰 全部融化了 就包含那个喜马拉雅山 阿尔卑斯山 还有南北极的这些冰 全部融化了 大概这个整个海平面会上升 大概六十几到八十几公尺 大概这个数字 我看了不同的报告不一样 但是不会太高 可是不到阿里山 如果是六七十公尺的话 也会淹没非常多的地方 当然了 我们还是要特别讲一下 我们不需要启人忧天 这不会马上发生 这会慢慢来的了 而且希望它不要继续恶化下去 如果说真的是 全部融化光的话 整个现在的地球的地形地貌 会完全改变 因为你想看六七十公尺以下的地方 就到海里去了 那大部分的大都市 其实都是在海边 所以世界上大部分的大都市都不见了 因为这些大都市都是当年 靠着一些航运 发展起来 外国外的贸易 买卖东西 都要靠港口 所以几个全世界著名的大的都市 都是靠沿海的 那如果说真的一烟 大概这些就首当其冲了 对而且很多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地方 可能就变成岛了 旁边都没有了 就变岛了 就不见了 或说整个就不见了 可怕 那像有些低海拔的国家 像荷兰应该就全部不见了 好可怕 当然不要剪 那不会在2017年发生 一两百年之内也不会发生 但是我们如果说现在 没有去设法去阻止他这个恶化速度 还是那么快的话 就比较早可能会到了 好的 我们看我们能为地球做些什么 为这个世界做什么 也当然说你剪垃圾都可以 说句好听话搞不好都好 8369398 我们来接林彭凯 林彭凯你好 昌哥好 叶教授好 你好 林彭凯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昌哥新年快乐 叶教授新年快乐 太好了 林彭凯你要告诉我 如果你在2017年 你想做什么好事 节约用水电 哇 节约用水电 哇 那要怎么节约呢 你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水手关灯呢 然后呢电器用完拔插头 然后改成那种 就是那种 冲水量比较低的 那个水龙头跟马桶 然后那个马桶水箱 也可以放一些 就放一两块砖块 减少那个就是水量 马桶就放砖块会不会太重 就是那个水箱啊 水箱啊 对啊 你可以放一个空瓶子在里面 对对对 有的是用那个宝特瓶 放一点 就也加满水 它就会沉下去 然后拿除湿机的 除湿机除湿的水 拿去浇花 这也是不错的 哇 看你学了不少 可是除湿机也是耗电的 对 对啊 所以我们家湿度不高 所以很少这样用 对对对 如果真的要用的话 既然已经用了电 就这个水也拿来用 哇 叶教授 很严格 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啊 因为我们 我们台湾真的很多地方啊 那个不开除湿机 辈子是会发霉的 真的 哇 好的 太棒了 谢谢你哦 也祝福你新的一年平安快乐 好不好 好 常常打电话到咱们节目 最少要听咱们节目 好不好 有啊 都一直在听 你好棒啊 你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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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先 呦 哇 林大琪先生 你好 常开 叶教授 今天好新年快乐 哎 林大琪好 林大琪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车上 在车上哦 这要开往哪里啊 林东 哎呦 哇 那 太夜车了 那这个 那有没有塞车啊 现在没有 哇 好棒 好棒 高层载 你们一车 坐一下 回家 哎呦 祝福你啊 那林大琪 新的一年 年纪小小的 你先六岁吧 对不对 嗯 六岁的你啊 你 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好事 对这个地球更好一点呢 不要让对卫生纸 哇 也就是说 你擦屁屁 再也不用卫生纸了 就是少用 哦 少用 好的 他觉得强哥问这个问题是无聊 对不对 我擦屁屁 怎么都不能用卫生纸呢 哦 对对对 好 对不起 强哥只是爱乱开玩笑而已 哦 少用卫生纸 嗯 哦 好的 你平常用 比较哪里用的特别多卫生纸 像你 林大琪 醒鼻涕 哦 醒鼻涕 有有有 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啊 就特别有这个怎么讲 过敏性 呃 台湾三分之一 对 哦 三分之一了 对对对啊 就很容易 你起床或者是一进啊 一个空间 一个新的空间 好久好久好久 流鼻水 打喷嚏啊 就要醒鼻涕 这一醒都 你大概一次要醒到 用到多少张 我知道一次用两张 但是你 啊不就啊不就啊不就 一直打喷嚏的时候 大哥要醒多少次 要要捏几个鼻子呢 看来这小朋友应该是健康的 所以不太需要 五次 五个五次 你看 一张卫生纸可以醒五次 所以两张的话可以 十次 十次 哇 你真的好棒哦 我跟你讲 强哥就还要学这个 强哥一张卫生纸啊 可是我也不习惯 我就怕破掉 所以说每次都弄两张 大概只能挤两次 不好我要跟你学习 一张卫生纸可以用五次 哇你会太省了 搞得最后一手都是 然后又再拿五张卫生纸插手 好不好 强哥又乱讲话 又乱讲话 好的 谢谢林大吉 你好棒 从这么小的地方 我们都应该跟林大吉学习 谢谢林大吉 也祝福你们开车顺利 平安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祝福爸爸妈妈赚大钱 又健康又帅气又美丽 好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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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啊 好的 林大吉其实是我们制作人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现在制作人正开着车 往他的屏东 也祝福建光哥哥 这个 这个建光嫂嫂 好嫂子 一切平安 顺利快乐 好的 19点29分29秒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在下一个阶段 继续跟我们叶教授 来关心我们的地球 过年过年 其实好 年级的气氛没有变 但是好像年节的空气有些变 还有年节的气候有些变 我们其实一边在恢复 这种一天享受过年的气氛的时候 也不免每个人都担心说 空气怎么样 我们都出门 空气什么偏2.5 为什么这几天这么热 说过年还会十几度 二十度 会不会又变得很热 就是大家 天气热你也怕 天气冷你也担心 这会不会搞得我们 到底是不是能够因为 我们那一点点小小的行动 能够让这个地球真正的更好 我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我们来看看现在大家正在返乡的路上吗 我们制作人就是 有一名在中国山东打工的农工 他因为无法负负担车前 为了回黑龙家老家过年的一个月前 就开始骑自然车北返回乡 没想到一路上向路人问路却走错方向 越骑越远直到日前 在路人指引骑上高速公路被警方拦下 哎呀 这男子啊 他才知道这居然一个月都骑错方向了 我的天啊 他往南方 人家是黑龙江北方 然后跟他讲的要走 哎呀 这怎么办 当地交警和高速公路收费员 在了解了男子的惨况之后 热心捐助 为他购买了回黑龙江的火车标 祝福他能平安回家 你看他回这趟家 要花这么大的功夫 在现在或者已经在家里了 或者已经买到车票了 或者是你还在犹豫说 那要不要回去 哎 朋友们 我们要珍惜自己拥有的幸福啊 新闻眼35分29秒 欢迎回到十九年人贵 今天呢 是小年夜 对不对啊 马上就要过年 明天就除夕了 那大家呢 当然可能大扫除 或者是像很多的朋友 可能在高速公路上 或者正在返家的这个车子上 听到咱们节目呢 也可以一起想想 一起关心一下我们的地球 虽然我们都说 哎呀 只要先顾好自己家里面 你顾你自己家 这个世界啊 有很多人不能只顾着你自己家 垃圾不能丢到外面 说我家没有就好了 但是这个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 没地方跑的 至少不是我们能够跑得掉的了 虽然说什么 有些 不是有些产生 有些企业家什么 想要什么火星之旅 那个就算真的有钱 有科技能到火星区 在火星上过的日子啊 也是很艰苦的吧 那也蛮惨的 对对对对 干嘛 有钱折磨自己吗 没事跑去那边过 不是有个电影就是演火 在火星的太空战里面 最后活不下去了 对对对 各种不同的马铃鼠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如果火星的条件 没有改变的话 那还是要靠额外的能源 去制造氧气啊 等等这些补给 那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还是有问题 所以把地球保住 比较务实一点 务实务实 好的 83693398 如果你有想跟我们一起分享 你觉得新的一年 你会怎么做 你也不一定要管别人 你会怎么做 让这个地球更好一点 我们一起来分享 小朋友都很可爱哦 都要珍惜用水啊 少用卫生纸啊 这个大家都 说起来很小 但是其实从小处 着手 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地球 还有些什么事情 可以让我们注意的 最近好 这个因为 从上一次到 上一次的节目 到这次节目 中间有个最大的改变 就是美国的新任总统川普 正式就职啊 好错啊 这个还是得谈一下川普 因为他和这个 未来的环境变化 有蛮直接的关系 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 就已经主张 他就主张认为 气候变迁是一个骗局 不是真的啊 那现在呢 这个说法其实对不起 我打岔 这个说法之前在节目中 你有跟我们讲 就是事实上 真的有一部分人觉得 这些都是媒体搞出来 或者是有心人士 搞出来一个假象 现在全世界来讲 我们当然这个历史演进 过去40年以来 大家的看法有相当的改变 现在应该讲说 绝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的国家 和绝大部分的 这些国家里面的人 都认为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是真的 那在台湾 我们也做过民意调查 基本上是90%几 美国最近的各州的调查 大概是70%左右 已经增加了 以前只有40%几 美国怎么了 美国又怎么这么有趣 六七十 但现在因为随着这个选举 所以大概就是说 美国的比例大概就差不多 40%几的人 就不认为气候变迁存在 美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整个欧盟 欧洲国家 是非常的认为 气候变迁是需要大家 一起努力的 那前几个月 我们也才提到过 因为现在全世界 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 是中国大陆 第二名就是美国 那这两个国家 在去年9月3号 在那个G20的会议上面 就当时的欧习二人 就欧巴马和习近平两个人 加上潘基文 三个人就共同宣布 美国和中国大陆 要签署巴黎协定 造成了11月4号 巴黎协定正式生效 所以现在大家很担心说 川普会不会反悔 反悔 当然如果去看 那个巴黎协定的 里面的条文 签署以后 如果要撤掉的话 等他生效三年以后 才能够提出申请 申请一年以后才会 真的撤销 所以要四年以后 但是这里面的重点是 现在有很多 欧洲和英国方面的 一些科学家 他们就忧心忡忡 因为美国毕竟 他在科技 还有在很多方面 他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前段时间 超过百名的 英国顶尖气候科学家 就呼吁 请英国的首相梅一 要去跟美国总统川普说 请他认清地球暖化的事实 那事实上 美国的新任环保署署长 前段时间在国会 接受质询的时候 也被议员问到说 你认不认为 气候变形是真的 那在逐步逼问之后 他基本上 口风也放得比较软一点了 就没有那么坚决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事情直接的影响 大概就是因为 现在全世界的 这个绿色气候基金 本身有相当的比例 是要靠美国挹注的 那这可能就会 产生一些变数了 这个川普也真的是 难以捉摸 就是他有他们的想法 我们应该讲 这个民主制度 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 那就说这个主张 变成一种 主流的时候 变成一种 在一个国家成为一个政策 而这国家又在 全世界占有 非常重要地位的话 那可能就会 造成相当的影响 所以现在大家都拭目以待 对啊 全世界 之前觉得他说什么 墨西哥那边 竹长城 大家觉得笑 昨天宣布了 前几天宣布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和我们节目的主题 更有关系 其实这个计划 很多年以前 就一直在说 但到了去年 正式被美国联邦政府否决 就是有两条油管 两条油管 从加拿大到美国的油管 一个叫做基石XL油管 另外一个叫做 达科达书油管 两条管 这两条管子 就是运输石油的 那当时否决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他会穿越很多保留区 或者说 这个油管本身 因为是运输石油 那这个燃烧石油 当然就是排炭了 所以他有各方面的象征衣 所以基本上后来 各地的反对 各方的意见综合以后 美国联邦政府 去年12月已经否决掉了 这个川普签命令 就是重新核准 还有加速新建 他真是笑 怎么办 他们就会做 那就是因为 美国是总统制 那这个签了 今天的行政命令就生效 而且这里面还特别讲了说 因为做那个油管需要钢铁 他特别说 这个钢铁必须是 美国自己生产的钢铁 不要从外国进口钢铁 因为要制造美国的就业机会 所以这整一套思维 事实上是有他的一套 那个想法在那个地方 但就是说 从这些事情上面 也看得出来 大概比方说 我们过去 大家都一直关切 希望说能够降低 这个化石燃料的使用 包含石油在内 对于生态 对于很多的环境要保护 这些这样的主流意见 现在面临了重大的挑战 哎呦 真的是 这个人真的是怪怪的 好了 怎么办呢 我就选到了 对不对 你怎么办 这个就是 民主政治也有这种危险 危险 好了 我们来接张星头 张星头你好 哈喽 星头 张星头新年快乐 喂 新年快乐 哈喽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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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在最后 最后秒钟跑掉了 对 怎么了 你要不要讲 不要讲了 怎么了 为什么他 怎么突然难过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 他怎么了 喂 你怎么了 他怎么了 他被打了 没关系 妈妈那你告诉他怎么了 不知道 对 好好的 好好的就发生事 就突然心情不好了 舍不得 没有关系 我们只有除 没有人笑你 还没开始呢 对不对 我妈妈 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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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那 赵妈妈 你知道她本来要讲什么吗 她说要用塑胶袋 那很好啊 塑胶 环保快 太棒了 还有环保袋 对啊 我说的不讲 你好好 喂 这是人几岁 不是常打电话进来吗 他几岁啊 他几岁 五岁 突然一下子 就不知道怎么了 这个情绪突然高低起伏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你们今年过一年到哪里过 没有 就在台北 就在台北 好的 那我们希望这开年之后 节目在开始的时候 别忘了再打电话进来哦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欢乐 好 拜拜 好的 另外还有金妈妈 金妈妈也是提醒家长 她多准备环保餐具和环保袋 跟张星同一样哦 对不对 对我们就从我们身边做起 自己也健康 又能让这个地球更健康 我们也希望这个川普大哥 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你要振兴美国的经济是不错 但是你要考虑到 全世界地球的安危呀 好好的 陈冠玉 陈冠玉要来挑战了 陈冠玉你好 陈冠玉你好 陈冠玉 哥好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会看你 因为你跟张星同一样了 怎么样突然很紧张了 不要紧张陈冠玉 旁边有些什么人 我 我跟我妈妈跟爸爸跟爷爷跟阿嬷 全部都在啊 妈妈爸爸 爷爷阿嬷 还有谁没有了 好的 然后呢 如果打不出来 你要找谁来上场救援 太威妈妈 太威妈妈 为什么去找太威妈妈 为什么 为什么 她是你同班同学哦 对 好的 太威妈妈要住哪里 住西元旁边 就你家旁边哦 不是啦 这什么 就威灵顿山庄 威灵顿山庄 鸡鸡鸡鸡 好好 没问题 好 加油 那我要点下名哦 大强中强小强 大强中强 大家都想好了 好的 来点下名 爸爸 妈妈 爷爷 听起来怎么都一样 阿嬷 阿嬷 阿嬷比较远一点 有点不太想参与 好 没关系啦 大家欢迎就好啦 好不好 恭喜恭喜 先跟陈家拜个早年 新年快乐 全家平安健康幸福 陈冠玉 果然是一只小公鸡 全家来挑战 过年 常常看到武龙武师 强哥小的时候也超想被选入参加学校的武龙队 讲到武龙 请问武龙的时候 前面啊 常常有个什么东西追着龙跑 让龙追着跑 前面会有个什么东西 让龙追着跑 一 金元宝 二 胡萝卜 三 龙珠 四 神珠 龙珠 请坐打 龙珠 第二题 强哥和叶教授以前念书的时候就是好朋友好同学 两个人呢是行影不离的二人组 倒也没那么可怕 连上厕所都要手接手一起去乱讲 这一定没有的 这还手接手 这是我们的制作人乱写 这太可怕了 请问下列哪一个不是二人组 不是二人组的团体 一 呃 白兔 二 会 轰合唱团 三 自由发挥 四 忠贞跟康宏 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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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贞跟康宏 确定 忠贞跟康宏 忠贞跟康宏是日本前首相了 他不是黄熙田跟康宏 如果黄熙田跟康宏 就可能是 好了 第三题 不管大部分小朋友都喜欢哆啦A梦 只是爸爸妈妈小的时候看的呢 很多名字跟现在不太一样了 比如说胖虎已经叫做继安 想要请问大家的是 关于继安这个名字当初的由来 下列哪个叙述呢是正确的 一 忌安的全名叫做左左目忌安 所以简称叫忌安 第二个答案 因为忌安打人的技术太好了 尤其打大熊 有他打架就安了 所以叫做忌安 第三题 忌安是他的英文的外号 Giant 直接英语过来的 四 因为祈安的爸爸妈妈期许她长大有一技之长 好 安身立命 所以给她取名叫继安 Kanba De Kanba De Kana De 金鹿打 千鹿 琢琢 哇 这马上打电话给秦伟 太伟热叫秦伟妈妈 你寫過一種行為的 嚇我自己講算嚇我自己跳 太偉 太 太山的太 太安的太 服服太太的太太 喂 喂 太偉媽媽嗎 你是太偉媽媽嗎 我是太偉媽媽 太偉媽媽出去嗎 太偉媽媽出去玩了 太偉媽媽去買東西 那怎麼辦 那太偉你要自己幫忙答嗎 好 你們兩個都喝醉了是不是 太早就吃年夜飯了 都喝醉了講話 買東西 太偉 太偉 完蛋了 太偉怎麼會知道 寄安 這個名字為什麼叫寄安 因為寄安的全名叫左左目寄安 所以叫寄安 因為寄安打人的技術太好 所以叫寄安 那寄安的英文名字叫Giant 所以直接音韵過來的 四 因為寄安的父母 其實他長大有餘技之長 所以叫寄安 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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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什麼 你說什麼 英文 什麼東西英文 是英文名字Giant 直接音韵過來的 是英文名字Giant 大隻的 是你喊的 我知道 我聽得來是你喊的 太偉覺得很無辜 媽媽又不在 自己拿起來 電話又不在講什麼 太偉 謝謝你 新年快樂 拜拜 作為我們猴年的最後一集 也算是也蠻精彩 蠻經典的 他打進來 然後最後一句話是 差不多了 好 接下來第四集 現在也是放寒假的時間 很多爸爸媽媽會安排到處走走 參觀許多古蹟景點 說到這 當年國姓爺鄭成功 與荷蘭人交手的時候 曾經有個先打下來 當作據點的普羅明遮城 請問這個普羅明遮城 就是現在什麼地方 一 紅毛城 二 安平古堡 三 赤坎樓 四 總統府 乾把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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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做答 安平古堡 到底哪一個 紅毛城 安平古堡 赤坎樓總統府 乾把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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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做答 安平古堡 確定 安平古堡 安平古堡 哎呀 紅毛城 請 等會等會等 陳冠玉 陳冠玉 千萬 你問我媽媽 誰就要給我答案 我跟 沒關係 紅毛城 也不是紅毛城 所以你不要怪媽媽 你會答 赤坎樓 對對對 赤坎樓 對對對 我叫你媽 什麼東西 放棄什麼 我叫你不叫 什麼求求我 情緒媽媽 泰文還在情緒 可以嗎 我跟你講 乖 冠玉 泰文媽媽 他不在 泰文 哦啊 兩聲不見了 所以一切啊 沒有關係 冠玉 我們放輕鬆 過完年 新的一年 再來挑戰 好不好 哼 不要哼嘛 冠玉你這麼懂事 這麼關心別人的人 你不要這樣子 這樣強哥也會難過啊 好不好 現在你要選擇 祝福歌曲 是猴年的 最後一首祝福歌曲 你會選擇哪一首歌啊 祝大家新年快樂 你要祝大家新年快樂 哪一首歌呢 我們放成 我愛哥哥 什麼 你是我的新歌 又寶貝 寶貝寶貝 寶貝 寶貝 你是爛的寶貝 寶貝 冠玉不要這樣 有成長的空間 這才是新年 最美的一個祝福 祝福各位 在冠玉這個 選擇的歌曲當中 跟所有的寶貝 說新年快樂 也謝謝葉教授 陪我們在小年夜 一起做節目 謝謝你 新年快樂 祝福各位 聽各位說 新年快樂 咱們明年見 拜拜 字幕志愿